其實我覺得摩羯座的浪漫都很實際 有一次很好玩就是我們跟同學一起去玩 那我們要過一個晚上 剛好兩隊就是我們就是一起住一個房間 那隔天早上起來呢 他就說房軒我要給你一個驚喜 他就拿出一個小小的盒子 另外一對雙人就看到就說 哇你們好浪漫喔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打開那個盒子 然後就發現那盒子是空的 然後當下他也認住 他就很緊張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一直翻 他想說是不是在夾城裡 他其實要送我一個項鍊 買了那個項鍊呢 那個服務員可能忘記了 把真的項鍊放進去 就把它包起來了 就是我們四個人在現場 真的是笑翻了 就是你好浪漫 你好不容易做出一個這麼浪漫的舉動 然後又是在這個 就是別的好朋友面前這樣子 就沒想到是一個空的盒子 所以我必須說 我都不會做得很浪漫 跟他們可能比較不會講 其實那時候好像 剛剛宣布參選 剛開始跑 可能就是一天兩天 那我們早上六點 就已經在那個門 就是在那個登山口前面 你會接觸不同的人 有些人就會跟你笑 跟你握手 那時候其實沒有很多人知道 他是講萬安 或甚至講萬安是誰 那我就記得有一個民眾呢 他比較特別 他走過來以後呢 就很大聲的罵了一個三字經 然後就吐我先生口水 一大口這樣子 我就愣住了 但是當下他的反應是 謝謝你 好我知道了 衛生紙擦一擦 就目送他離開這樣子 他就說沒有關係啊 就繼續 我們就只能往前 決定了 就只能再往前 所以這就是我看到的那個堅持 而且那是一個 很刻骨銘心的一刻 我記得他是2009年的時候被裁員 他的低潮其實就是 那個時候大概兩三天的時間 他可能有點悶悶的在家裡 然後就不太講話 他的同事 其實好幾個律師都被裁員 其中有一位律師是哈佛的高財生 那個律師呢 他一拿到他的裁員通知以後 他就東西收一收就離開了 然後連再見都不說 而他是每天都還是穿得很好看 然後把他該做的案子 他該處理的客戶 還有就是合約各方面 他全部都弄好 甚至交接給其他的律師 然後在最後一天 好好的跟大家說再見 然後才離開 這些同事們到目前 都還是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那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所謂的GAP 我覺得人看人的一個成長 或者是未來會走到什麼樣子的一個進階 其實真的是要看他怎麼面對挫折 然後怎麼樣慢慢讓自己再爬起來 這樣